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解放军的28架军机围台 29号下午的5点50分 台当局防务门说 当天下午3点20分 陆续侦获解放军苏三陵运八无人机 辅战战机一共是28架次出海活动 说其中18架次飞越随台海中线延伸线 进入台北中部还有西南空域 看到了吗 台北中部 就整个包括台湾西部 说呢 配合解放军军舰执行警巡 说白了 我们那个军演好像两天 但是我们那个巡航围倒没结 没结束 台军运用联合勤真手段严密掌握 然后呢 派减派任务机 还有呢 按机导弹 还有这个军舰 是适切应处 这就是他的言话 咱们讲就跟踪了 28号到29号早晨 6点24小时 例行台湾发布的报告 说真获解放军危机13架次 其中飞越所谓海峡中线3架次 台湾周边海域发现解放军 舰艇5艘次 海警船4艘次 这就是28之后就是13架次 解放军现在围倒军机巡航式 没有白天和黑天的 是24小时的 你刚才讲的 5月29号下午5点以后 还有13架次吗 10架次吧 继续在台湾周边 一共13架次 就是说白天有那些 然后晚上有这些 你可以加个数啊 全天你是28加13 你算一下 这种巡台模式 是非常罕见的 这基本上 对吧 如果随时打仗的话 就是随时转战了 尤其黑天 黑天那个就是真实战了 你但凡是发现夜间的军事行动的 那都是实战了 没有别的可能性 当天是从 你看他这飞行路线 从北部中部 然后西南三个方向 抵近台湾 这就是冲击 正面冲击 对吧 西部正面冲击 据说北部距离基隆 最近是39海里了 中部离澎湖没有飙 但目前看也就是20几海里 西南方向 俄兰比 大约是69海里 对吧 那么战区可能抵近了 淡水河了 对吧 台湾防文 改了一个词叫 应变区 这个应变区呢 就是台军反应 反应区 也就是这个应变区进入之后 我就立刻要 比如说赶紧出动 对吧 赶紧集结 就是这个意思 它应变区实际是 让自己有一个反应时间的 就是留足 反应时间 我穿裤子 穿鞋 背包 赶紧出物件 别他妈 直接这个炸在营区里边 这个大概啊 现在算 已经就是24海里 我们这次抵近了 这个 20海里了 对吧 澎湖呢 有一个细节 就说这个台军文社 就说这个台军的军文社报说 驻扎澎湖台军R9凌晨 搞了所谓的叫镇江操演 动用了包括M650A3战车 105榴弹炮 81级120排弃炮 50机枪 50机枪 T74的机枪 M249机枪 各种5G 实弹射击 实际就是演练嘛 你看这凌晨 凌晨 这台军守卫也就是机枪 这非常low了 我现在都不想看 全是老旧古董 澎湖注意演练 时间点是凌晨 而大陆解放军凌晨 是不是也是在演练 R9凌晨所谓的演练 规模和我们出动的 这个飞机 是实际对上了 岛内基本是 大本兵力啊 应该都在这个凌晨出动了 就是从澎湖这一个信息来分析 就是台北的 台中的 台南的 是吧 这些台军可能都出动了 对吧 澎湖有6万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啊 那澎湖的旅游就发达了 澎湖驻军数量是在持续减少的 据说现在实际有7000多人 5000到7000人 没有6万 你说这数千兵力 参与凌晨 开始炮空 基本上 这一宿就不可能好好休息 那5月29号的 早上8点到30号的 凌晨3点50分 解放军18架战机突破海峡中线 抵近澎湖 20海里 20几海里 是一旧奔着你那24海里去的 所以台军立刻警告 如果你像每天都这样 台军还怎么 就是台湾还怎么生活 这就战争了 而且你说台北抵近这么近 你说台北没有反应吗 肯定有反应 据说解放军的行动是 迟一到凌晨3点50分 5月30号凌晨3点50分 你再结合29号 凌晨我们也进行了演习 就是白天加黑天 你可以看 从白天到黑天 没有停 就一直没有停 就整个台军是神经紧绷的 就这个 就是昨天一整天 到今天早上 这种心理的折磨和身体上折磨 是双重的 这个人 如果叫您再来一个 现在再来一次 你看这个台军就崩溃了 他没有三盘老 他可没有三盘老 战争没有三盘老 全部给我冲出去 这就是折磨了 就是台湾未来当兵是最苦的 当兵是最苦的 而且老百姓 你还能在家睡个大觉 是吧 当兵是最苦的 而且工资也不涨 如果咱们想想 只要发生两次以上 就这种 这种所谓的 从白天到黑天 折磨你台军的这种空袭 演练 折磨两次以上 那么有的士兵可能就精神崩溃了 要看心理医生了 压力可能就是像那个台军飞行员一样 赔钱要跑 就这样 我宁可坐牢吧 我不当兵了 我坐牢也赶紧跑 台湾可能就是心理上 他承受不了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解放军现在的 叫逼近台岛 整个向前逼近挺进的一个策略 切下哪儿吗 我们的策略就是 从心理上 生理上 然后呢 从这个 炸来态上 都是要向你设压 台军是实实在在赶到设压的 你像没有夜里边睡觉了 关灯睡觉可能吗 你得他妈站岗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发生一种变化 所以我是提前告诉台湾老百姓 你们每天晚上可能都会 尽管没有防空领报 但是你每天晚上这帮台军都在出动 可能 你设定是24海里 12海里的24海里的应变区 对吧 我们战机早就进入了 我们每次进入24海里 你动不动啊 你肯定动啊 你一动是不是就上了这个套了 我觉得这个是真实实战之前的准备 就是让你皮 让你累 真打起来那一天 你可能就说 毁灭吧 不玩了 你躺床上睡吧 你也不出去了 可能真正开打的时候你完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的策略 我是提醒啊 解放军的策略已经提醒你 台湾了 这就是策略 就是累你 但这个据说这个美军的 这个司令也乘飞机去了南海 看到了 他实际在给台湾减压 怎么办呢 在南海挑衅 就是他一次就看了122艘中国船船机 这让这个美国的司令啊 这个看来是崩了啊 美国的司令在飞越南海岛礁的时候 现在美国媒体也报了 就说美国人也没能力 看到了 你台湾岛内台军被解放军这个军机出动 是吧 给这个折磨的身心 双重折磨 真正打仗那一天 你崩溃 那你说美军现在是不是也要崩溃啊 因为在南海 他能怎么对付军中方船只呢 国外29号这个太平洋舰队公开承认了 美太平洋舰队司令 科勒上将成一架P-8A 在南海上空侦察 是从菲律宾阿基诺国议长起飞 在南海飞越期间 亲自首举望远镜 观看到了南海岛礁周边 透过画面看到大量中国船只正在守卫 他看到的是中国的船只 他心里明白我们美军有什么能力 在这个方向制海 他没能力 你有120多出船吗 美军不是南海中央国家 美军不是 他得从万里之外把东西分配到菲律宾 再转一手 然后再去南海执行 他是个预外国家 他知道南海可能是要刷存在感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绝对是代表着下一步要在南海有大行动 这次行动 尤其是在台湾最南端有一个160公里的巴丹群岛 特设一个所谓海警检测站 大家注意 巴丹群岛咱们一直强调那是中国的 菲律宾它的领土范围 西班牙和美国打完仗之后 签的其实是25度线 以北全部都不是菲律宾的 所以咱们要看菲律宾未来真的要是 实际菲律宾现在没得决定 它就是殖民地 这就是典型殖民地 中美之间一旦开战 菲律宾等于把自己的国运压在了美国人身上 美国人一旦战败 菲律宾基本上就会失去自己的领土了 然后你还是该怎么过日怎么过日 但是你失去东西了 你菲律宾能获得什么呢 什么都获得不了 你菲律宾能获得什么 咱们说杜特特讲的没错 他告诉小马斯你获得什么呢 你押住美国 你最后什么也没获得 你们这些现在小马斯家族好像获得利益了 但是菲律宾老百姓是失去领土 因为你是战败国 你必须得接受安排 就包括日本 咱们讲日本已经是战败之后的 所有的就是菲律宾公告 战败之后就是菲律宾公告 没有别的可能性 菲律宾公告规定了 中英美包括苏 就俄 共同占领 你已经划分区域了 就被割了 这就是日本 假如参战以后的结果被割了 但是当然中国怎么去遛日本 那是另说 那一旦开战以后的事 但是你可以看看台湾 我再重复一遍 解放军 遛台湾 台军 估计遛几天 台军就彻底放弃了 这就是战术 从白天到黑天 我们抵近台北 台湾老百姓没感觉 台军是深知的 这种战争是不能持续的